他来了他来了 他屁股冒着火来了 他骑着自行车来了 快飞了自行车 我前面改装的涡轮通系自行车 最高时速达到了59公里每小时 全油们还是有点刺激的 今天我们再来突破一下极限 发动机直接上两个 看看能飙多少 安装做设计的时候 我是预留了双发的安装位 中间的发动机挪到边上 另外一边再加一台 动力直接翻倍 当然油耗也要翻倍的 油泵再加一个 数据监制器再加一个 油箱我没有了 拿了一个1.23的饮料瓶改装的 刚刚好可以放在自行车的水杯座上 油门就还是一个控制器 并联控制两台发动机 最后加上两个小尾翼 魅力直加2 好了改装完成 现在2.0版本 双发重型波轮喷气自行车 然后这个油箱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油箱 共一台发动机 现在先加油 现在油耗直接翻倍 当然速度应该是翻倍不了的 不知道最快能跑多少 加上了 可以可以就这样 现在把电接上 两个ECU的 然后这边一块控制电的 好了现在两台发动机都正常了 准备启动 一起启动 这里两个监视器的都是停止状态 准备启动 点火 可以 可以 两台都正常 再加速 可以了 推力有点大 我先试一下 走 我都不用灯 就是比较慢 现在还是代速状态 两台的动力真的好稳 我给个满油轻轻松风肝就上了50 我不敢给了就一下下子 然后耳朵有点受不了 我带上耳机来 把降噪耳机带上 这两台这个的声音太大了 会有一点损伤听力 那边我从右边往左边跑一下 现在这个断头路已经不够我测试了 上了80公里每小时还在加速 但是路已经到头了 还是要回去第一次测试的机场 机场是在我们大干州的南堪区轮回正上 上一次我就在这个机场跑道上 跑到了59公里每小时 看看今天能不能再破一个记录 现在来到这个第一次测试的机场 在机场测试 涡轮喷气自行车是不是非常的合理 来吧来吧开始启动 点火 现在的风向有一点从右边往左边吹 先来一个逆风的 等会儿再来顺风 走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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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84.6公里是这个双发涡轮喷漆自行车 顺风车道的最高速度 比断头路的最高速度还快了4.4公里 再一次突破纪录 这里求一个一键三连不过分吧 我能都快吹傻了 你现在这个动力 只要有个下坡100公里每小时不是梦 但是以现在84公里每小时 我感觉快到这辆自行车的极限了 再快我都怕它会闪架 我也吃不消了 这帅一跤说不定得进ICU 还是小命要紧 现在的油耗也极度夸张 眼镶油一起在2.5升左右 也就只能跑2.5到3公里 短公里油耗达到了惊人的83升 这个屁股冒火还真不是吹的 这就是目前这台双发涡轮喷漆自行车的全部数据了 还有没有谁想模仿改装一个的 我把支架设计图放在了评论区 你们自取哈 测试注意安全 谁也就要盖不负责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让我改装一下的 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今天这期视频超过线到这里 偏黑了 有个喜欢我的视频 关注我是布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好嘞